韩国选手再惹争议 故意二评北京冬奥商品 价格太贵加样式太丑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粉丝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那么最近的韩国选手呢 去二评北京冬奥会的一些相关周边商品 引起了巨大的一个争议 我们知道目前的北京冬奥会已经是进入收官 对于我们所有观众来说 其实本届北京冬奥会呢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也受到了很多外界的一些关注 在此前的话很多外国运动员来到中国之前呢 其实对中国包括北京冬奥会都不是特别了解 反倒是接受了一些外媒的一些造谣的负面报道 让他们的可能对这一次的一个出行的有些不安 结果没有想到来到北京来到中国这边参加冬奥会之后呢 才是争相现场 很多的运动员呢都彻底爱上了这里爱上了这里的美食 也是感叹北京冬奥会呢是他们参加这么多一个运动会以来的 最高质量的一届 所以可以说从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反而反应当中 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呢 我们目前北京冬奥会 从整届的一个举办水平来看真的是相当优秀 而且是相当成功的 但是啊唯独就在最近的话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声音出来就是来自 韩国选手这边可以说他们这一次再次故意恶评北京 冬奥会的一些商品的话也让不少网友呢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就在最近那么随着北京冬奥会进入收官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别韩国选手呢也是 故意到这个冬奥群周边的去拍摄一些东啊这个北京冬奥一些 周边的一些商品 当然其实啊如果说他正常去评价这些商品呢我们还可以接受 但是从这个选手拍摄的一个视频来看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故意在恶评这边周边的一些商品 并且语气呢好像也是在讽刺一样 可以看到这个是韩国的选手呢拍摄了一系列的自己呢 去这个冬奥村周边这个商店去挑选北京冬奥会的一些周边的商品 包括有一些钥匙扣啊有一些雨伞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些商品 但是这个选手呢其实啊面对几十块钱那些雨伞呢 包括一些商品呢他却觉得价格定的太贵 太离谱 并且还去啊恶评这些商品说长得太丑 让是太丑了让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看下去 所以可以说啊其实啊整个视频看下来呢真的让人挺气愤的 也感觉到这个韩国选手呢有一种故意在挑刺的感觉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些商品呢其实都是和北京冬奥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元素有关系 包括也和这个啊敦敦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联系 所以总的来说那么这些商品其实呢也是挺好看的 也受到了很多外国运动员的一些喜欢 但是唯独这一次呢 只是受到了这个韩国运动员的一个挑刺 而且呢也是有种故意在挑衅的感觉 所以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啊即便是发到了外网上面呢 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个批评 直言了他这一次完完全全就是在故意搅事 没有去纯粹的欣赏 这是北京冬奥会的商品 反倒是在故意找茬 好像呢就故意了要贬低这个商品一样 所以说实话这一次韩国选手呢无疑是再次招惹了很大的一些争议 那么包括我们可以说呢回顾整次北京冬奥会基本上所有的争议包括一些风波呢 都是这些韩国队的选手给闹出来了 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呢韩国选手测命葵呢在获得最重的银牌之后的话 好像并不满意所以最终呢做出一个X4领奖台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居然还被志愿者发现了一次把这个吉祥物冰噸噸的给阴掉这个垃圾桶里面了 所以可以说他们这些韩国选手所做出的这些做法呢完完全全就已经违背了一个体育精神并且呢和所有的一些正能量的运动员呢 这个体现出了一些正能量的精神呢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可以说我觉得其实对这些韩国的选手来说呢以后啊去参加其他的一些国家队的比赛 还真的应该反思一下不要再这么酸溜溜的应该大度一点去啊这个从正面的去欣赏别人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自己的确是做的不由别人那么应该呢去正面去正视这一切然后呢自己提高能力去争取超越别人 而不是呢用这样的心态呢去酸别人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冬奥会 拜拜